各位英俊瀟灑美丽大方的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看应变片 看应变片 应变片的话 就是在军争的基础上更改了一些排队 然后呢 就是排队变了 然后也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应变条件这些东西也增加了 这样的话 排局可能节奏会更快 这局我们尽量新东西少一点 慢慢的熟悉就习惯了 好的 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三号位的大内奸 主攻选择了曹皮 我们选择了神陆训 那既然主攻带主攻技了 我们就给个面子 可以选一个位 你发现了没有 有第五个势力了 就是所谓的近势力 所以神将可以势力是五选一了 那么这一局还真有近势力的武将登场 就是这个杜狱 那么趁着人家出牌 我们滑水的时候 看一下杜狱的技能 三层 出牌阶段限一次 就是另一名角色摸三 然后弃三 可以给自己 也可以给别人 若以持法弃之三种类别 则 其摸一张 并视为该技能未发动过 但是不能对他再次 还有一个觉醒技 回合开始时 若本回合已发动过至少三次三层 则减一点上限 获得破竹 也就是说杜狱这个家伙 团队的实力是很强的 第一个技能 除了给自己 也可以给对人 发现了吗 第二个技能就是 如果累计三次 准备阶段就觉醒 回合开始就觉醒 所以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尊重一下他 那么我们这一刀 是两个真铁锁 然后是一个刀 这个刀的效果 就是指定目标后 如果对方以横置 你就改为观看他的手牌 如果未横置就横置他 所以我们死能杀元素 那为了让更多的人在铁锁上 那我们就真铁锁不绑元素 然后用这个刀去绑这个元素 那么他要出闪了 他就闪 他要不出闪 我们再一个标记 是吧 他要是闪了 铁锁还在 结果一个大提发了 这一波对内奸来讲 不好不坏 毕竟自己也在铁锁上 但是至少我们还行啊 还行 但这个貂蝉太讨厌了 我们这跳这么 这么打功了 他还非要把我们绑进去 那这样一来的话 杜狱开始了啊 你看丢三类别 但是等相国没有丢三类别 所以说技能不能再次发动了啊 但是他自己是 其实是三类别的 然后第二次也是三类别的 所以第一回合就发动了三次 如果不死亡 第二人要觉醒的 好的元素算是被热死 然后太子自开五谷风登 拿了一张小杀 借太子是拿杀拼点 至少是不会亏的 对吧 无论拼书拼赢是吧 那么先看一下 这一轮有没有人能打工 或者怎么样 赵云的猥琐劲还可以啊 赵云五谷拿了一个坛 赵云九谷本身是通用的 他五谷拿一个坛 很希望让神拿坛 拼元素是对的 如果你不拼元素的话 你即使拼赢了 你能双杀 但是只能杀元素 你也只能单杀元素 但你拼闷元素 就解除止杀元素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正常的双杀了 那么 他如果第一下卖一手的话 那第二刀杀 就只能单杀了 但是太子之 你看本来就没有双杀 元素为了保血线 所以就出了一张杀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两中以齐 那就先看局势就行了 死最口勉 佛最蓝色 最帅的人被翻面了 太颜柳兔兔兔 那么赵云啊 是有名酒的 他酒团通用五谷拿的团 是吧 所以说草坪 我忍 我再忍 我终于等到你喝酒杀了 酒杀 酒伞 酒杀酒伞 但是这个地方 一杀二 一杀二 把方拜服 这样一来的话 那至少有一种情况 他那个了 帮我们杀中了太子池 他为什么一杀二 是因为应变篇 他那个牌有应变 应变的条件是空槽 空槽就是使用此牌 没有手牌 所以他当时 这个杀用了以后是零手牌 结果就是 好我们先发挥这个刀 杀赵云 赵云没有再起了 那他就横置之 横置之 他这个铁锁就是 是吧 旧属性传导了 传给太子池 能行伤则行伤 最好是行伤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减判的人 行伤忠诚 还带一个黏语 这样是对内奸来讲 是最好的 是吧 酒 又敌而入 但是没行伤到 有点尴尬 要么太子池 想自己动 不想行伤 要么就是忘记行伤了 这个技能了 要再要么就是 实力很凶手 是一酒一摊 照样再打 反正各种情况都有 那我们只能表示 尴尬 是吧 作为内奸 争取 忠诚行伤是最好的 一个灵魂 注意看死不死 不死的话 这一门是可以觉醒的 那么这一局的话 应变篇的节奏 加快体现在哪了 比如说这个逐进气缘 刚刚 逐进气缘本身 距离为一的 就是顺 远的就是拆 如果助战 就是先拆 后顺 他第一张逐进 带了应变条件 逐战 有人助战 所以对等相过 就是一拆一顺 第二张是没有 助战的逐进气缘 那就 有负一码 所以对等相过 就是一顺 就是这样的 这应变篇的节奏 逐进气缘 就相当于是 升级版的过 何拆桥跟顺手奸阳 是吧 带升级版 那么这一局 应变篇跟军阵 不同的地方 就是节奏更快了 体现在 比如说赵云 那个空巢的杀 可以一杀二 逐进气缘 升级版的过穿 顺手 我们这个刀 是吧 能创造源头的横置 是不是 那么杜玉 给团队过牌 但是这一局 没看到他的觉醒 我们就出体验一波 来 残区 残区 这个牌上面带了残区 他的条件指的是 你使用的时候 你是一切 他满足 刚刚那个残区的效果 就是改日一个目标 但是要距离 所以只能 如果不装杀的话 只能杀太子之跟貂蝉 要求距离 韩孝坚 谈孝坚 这个进祖宗内反了 然后有一个帅哥 要给我们挡到了 感谢 等大帅哥 替我们挡到了 你说他要不是 长得帅 蹲未够 他指不定这会儿 就说明把我们打残了 是吧 叶马 磕得好嗨 这可能有一部分 是行伤的太子之的 所以太子之当时 强行不送行伤 可能就是说 反正加点雄厚 那我们就怼雕残就行了 一个横置 那就横置手牌 大还没开 那就横置手牌 然后 然后出其不意 就是对有手牌的角色使用 你展示他一张手牌 如果花色不图 对他造成一点伤害 我们出其不意是红桃 展示的是方片 那就对他造成一点伤害 那这个地方 可以考虑下一轮 他其实翻面了 可以下一轮再开打 但是我们想杀他一刀 又是属性杀 所以说就开大了 就开大了 如果你想下一轮 对他开大 又不好意思对他 使用属性杀 是吧 好那就没憋 没憋 没憋也好 主类反 装备 还可以 火上 主攻急着抢人头 其实他如果 逐进我们这个 击王盾的话 我们也会 这一局 这还有一点天机图 没发动 就如果有用的时候 非常有用 如果没啥用的时候 可能就打酱油 进入装备区 是要起这张其他牌 离开装备区 是这样 还不出一张 好了 这样一来的话 那就 这个是吧 已经横置的 那就是观看 这张 敌而入 一代破敌之惊 出其不义 这个地方如果 怕翻面的话 就会用出来 不为龙 以死相拼 把他用出去算了 举杯妖影 然后仗着我们武装备 为所欲为 有势无恐 是吧 武装备啊 出其不义 但是没有百分之百 这出其不义能打中 这是什么运气 三分之二的几率打不中 他冻竹仙坤 升级版的武装 先看两张 他被打无蟹了 如果不打无蟹 冻竹仙坤是升级版的武装 先看两张 你可以放敌 然后再摸两张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觉得可以 就不放敌 就这个意思 两张都不买 两张都塞 然后再摸两张 升级版的武装 但是被无蟹了 有点尴尬 照理讲 这个武装 满装妹了 然后是带一杀一杀 应该是比较稳的 但这个乐有点水 有点水 乐水就乱了 一马就摸一个万剑 这个牌队有点作恶了 我宁愿他摸一个蓝牌 摸了一个万剑 但是你作恶的话 那我还给你讲什么道理 那我就添货呗 那么这一局的话 相对来讲 新东西还不是很多 新武将是只有一个杜玉 新东西还不是很多 所以说大家看的 可能还不是那么吃力 就由他作为应变片的开始 然后这个放完了以后 录像就这样了 他没有说关闭录像 或者怎么样 其实只能点返回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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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